阿难如是世界六道众生,随着身心无刷,道迎三行以缘,若大妄语,即以三谋地,不得清净,称爱见某,是如来种。 解释,此名妄语界,这真妄语妄语有两种,发言不识,叫做小妄语,妄称正果为大妄语,在座主委, 我们这个时代就是非常严重,做生意要大妄语,老保险要大妄语,或者是卖东西,卖衣服也要打妄语,碰头要打妄语,为什么? 他是无心的,他不是故意的,只是要满足,所以我做生意,希望赚到这笔钱,所以多多少少都会赚这样,都会说一些妄语,多多少少,卖谁国的也是。 当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这样,也有的人是很诚实的,始终所断的大妄语,这里所讲的是大妄语,不为口不出小妄语,或者是大小妄语,乃至其心也没有妄语之念,方言而慈戒清净,可修三昧。 所以就对阿兰讲说,如是世界六道众生,虽然身心没有杀,则辞行成就,身心是无道,则舍行成就,身心无垠,则犯恨成就,所以就是三行已经圆满了,前面皆许去处理生死,但是如果大妄语呢,就麻烦了。 多妄语,不出生死,是三目地不得清净者,与其悠有贪供养心,说自己自己是证什么国,证菩萨国,证什么出国,二国,三国,四国。 尘爱见谋,文领曰,谈其供养,求己尊圣,明爱谋,望其邪见,为己其圣,明见谋。 诸位,我们台湾问题就是很多咯,到处都是的,既以沉默,自不皆知,生同罪梦,始从伦虐,以众生本有如来葬心,为成佛之种,尽为爱见恶魔所结,故业是如来总言。 1016,翻过来,所谓,为得,为得,为正严正,或求世间尊圣第一,为全能言,我今以得虚脱还果,虚脱还果,阿罗汉果,阿罗汉道,必知佛圣,实地,地前,主为菩萨,求彼礼畅,贪其供养。 这对一定要解释,所谓,为得,为正严正,就是我没有得到出国,二国,三国,四国,我没有得出国,我也没有正出国,二国,三国,四国,或者求世间尊圣第一,世间尊圣第一,是吧,就是什么呢,怕说我讲的菩提黏盘,但可能境界太高了,不敢讲这么高,就讲,嗯,哇,是很有功夫的, 在这个世间没有人比我行,说臣服他不敢这样讲,就讲说,嗯,这个世间我是尊圣第一的,为全能言,全能就是正在现前的人,正在他面前的人,现前之人叫做,叫做全能,不是以前的人,现前之人就是那,但是这里要有一个重点, 主位,如果我跟一个阿公,他的耳朵,耳朵坏掉,听不到外面的声音,现在,给你们考试一下,比丘都知道了,在家接受我,考试一下, 一个人,两个耳朵都听不到的人,都听不到的人,我跟他讲说,阿贝,我证阿罗汉果, 阿贝,我证阿罗汉果,请问这个比丘,有没有犯戒,答对了,因为他听不懂,听不到声音, 对方还有一种,你们在我面前,在讲,啊,全能,如果不领受, 如果你在我面前讲,我证阿罗汉果,那么你们有没有犯,有没有犯,这个,这个,旺语戒,没有, 你跟我说,我的尿勒,你证阿罗汉果,我一个人就给你拆掉了,你要证什么阿罗汉果,没有犯啦, 但是那个,傭傭那个,傭傭那个,你说,你又说, 诶,小姐,我证阿罗汉果,说,啊,啊,啊,接受,说,他又承认说,嗯,你讲的这个是真的哦,坏啦,犯大妄疑戒, 你在我面前,你不会犯妄疑戒,一说,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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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别提正德国, 哎,对不对,你不会在我面前,你没有犯什么,一个一个一个,这个,不,全能,不领受,不犯戒, 这个就是重点,全能,不领受,对不对,你不犯,那全能要听得懂你的语言,又接受你的观念,说,哇,你真的是阿罗汉果, 然後他內心裡面的無比的推崇你、讚嘆你,你這個就犯大忘語界了。 所以你講我真阿羅漢國,人家理都不理你,不算真阿羅漢國的,人家不信奉你、不接受你。 這個不犯忘語界,這個是還有一個訣竅在這個地方。 因此還有一種犯忘語界的。 譬如說我正在吃蘋果,我現在就問你一個問題,我正在吃蘋果。 說大居士,你正阿羅漢國嗎?你剛好在吃蘋果,然後一隻手就指著蘋果。 蘋果有一個果啊,這樣有沒有犯忘語界? 犯,這個就是犯,指著蘋果。因為有一個果,你正阿羅漢國,這樣就犯了。你知道嗎? 所以這個犯,這個犯大忘語界喔,還要全能知曉,全能領受,還有兩個重點。 全能不知曉,不領受。不犯了。 對。那麼全能不知曉,如果對一個人,他從來不學佛的。 對。 對。 阿婆,我正阿羅漢國。阿婆說,那羅漢國,我們家做幾殘。 他就像你這樣做那個。 羅漢國,我們家做幾殘,幾處天。 他家就做羅漢國了。 阿婆,我做羅漢國,他說,那沒什麼,我們家做幾殘。 阿婆,這樣就不犯忘語界。這樣又沒有犯。 他跟他當作黑啊,這跟他當作黑啊,這樣不犯忘語界。 還是最好,不要亂講。 天吶,這個忘語界,還是不能亂講。 一輩子都不要講自己有多麼的閒。 好,大家看底下。 他說,為現前之言,我今以得虛陀凡國。 虛陀凡國,虛陀凡國。 阿羅漢國,阿羅漢道。 畢之佛聖。 畢之佛聖就是一年絕了。 畢之佛聖就是十二元,十二一年了。 十地。 那,地前,就是師柱,師心師灰象。 諸位菩薩,求比禮燦,貪其供養。 最後那個才是真的。 貪求供養。 忘語的目的就是什麼? 就是希望別人尊敬他嗎? 希望別人的供養拿多一點給他嗎? 所以啊,在這裏。 比丘,你一定要記住。 人有人可,生有生可。 你一定要記住師父的法。 你寧可餓死,不要讓人家看不起你犯了妄疑界。 這個就很麻煩了。 那個比丘,安心樂道。 那這輩子,如果你這輩子出家以後,還求名求利。 我勸你還是還屬比較快。 為什麼?這個沒有意義。 出家是為了發菩提心,轉大法輪。 對不對? 弘揚佛陀的正法,作為佛陀的好弟子嘛。 我們今天如果替出家,還搞名搞利啊,那這個違背了我們出家的宗旨啊,意義不大。 此之數妄語之語啊,為在貪其供養。 你看! 就為了貪其供養。 故作大妄語,所謂為德菩提,為义德,為正涅槃,為言為我已經正的涅槃。 後面說,匡父法王啊,如何妄切。 現在動不動,就是什麼是法王? 哇,那很多啦。 匡父法王如何妄切? 法王是佛才有辦法咯。 乃赤父子,此或求世間尊為殊勝第一咯。 為禍父友人啊,不敢以菩提,臉盤望真啊,但求世間呢,尊為殊勝第一。 以誓之故,為現前之人奏如誓言,凡夫人中啊,出國為喪。 為自得以德,虛國還國,此以出國,又見惡國為喪。 我講出國啊,可能還不夠了。 我講俄國,經過一陣子啊,因為講習慣啊,俄國恐怕還不是很高。 為自己已經得到四頭安國。 這俄國啊,講了久了以後啊, 哎呀,這樣也不夠高耶。 不過,我把它加一口下去。 哎呀,又見三國為喪。 為自己已登之阿拉罕國,法治以三國。 又見,嗯,覺得四國還是比較高。 剛才我自己講,我自己正阿羅漢國,我正四國羅漢。 四國羅漢。 所以,我們拜那個水果。 我告訴你,這是錶法的。 如果我們用三杯水,或者三炷香,表示界定慧。 三的表示界定慧。 四的表示,四國,表示正四國。 我們拜佛教的。 佛教的拜的四國,跟世間人不一樣。 世間人拜的四國是代表的, 金拜,金焦,金焦。 拜,你啊,你啊,你啊。 拜,來啊,來啊,拜,王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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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就是叫你來王。 金焦,你啊,來啊,王來,叫你來王。 世間人也是表法的。 他在看,跟我們出世間法的表法是不一樣。 出世間的四國是表,出國二國三國四國。 知道嗎? 佛教的水果是這樣表法的。 拜神的,世間人拜那個水果,都是拜。 朝你來王,就叫你來王。 金焦,你啊,來啊,王來,叫你來王。 這就是表法的了。 世出世間法,數個。 又見四國為上, 所以自為以德阿羅漢道, 賜以出世小聖宗,又見元節, 獨結終聖為上。 所以自為以德十地聖人, 以及地間師祖師心師為相, 三賢諸位菩薩。 賀索淫, 迎合自身的善能法。 帶子夫子,莫二記, 集數大妄於義, 言此人做如是等大妄於義者, 為求比前人, 向自己禮拜, 懺悔, 貪其供養。 1017, 十一天家, 消滅福種, 如人一刀斷多罗目, 佛祭世人, 永允善根, 無父之見, 成三苦海, 不成三昧。 一天家, 就是一常體, 就是斷善根之人。 這是一天家, 這就是斷善根的人。 所以在座諸位, 你這一輩子, 就是有功夫, 要點點得好, 這個就是沒事。 沒事, 千萬不要講自己是正, 什麼, 什麼幾果了, 那你麻煩就大了, 十一天家, 這個一稱自己, 犯大妄於戒, 那麼就是斷善根的人, 消滅福種, 如人一刀斷多罗目。 多罗目, 我們聽過這個被葉樹, 以前這個樹葉寬過, 然後曬乾以後, 經過處理, 可以寫字的, 被葉樹, 斷多罗目, 樹根這個, 多罗目的樹根一砍, 它樹不會再成長的。 佛祭世人, 永允善根, 運就是掉落, 死亡, 這個善根死亡了。 大妄於為貪求供養, 不怕因果, 這個就麻煩了, 無負之見, 成山苦海, 無負之見, 無負正知正見, 這個人不再有正知, 不再有正見了, 叫做無負之見, 如果加一個正, 就更清楚, 無負正知, 無負正見, 那, 成山苦海, 不成三昧了。 此作大妄於西徒利漾, 妄醉, 尖道, 勇士善根, 是一天家, 一淫一禪, 此番斷善根人, 善根即斷, 是為消滅成佛之種, 如人已到斷多罗目者, 南印度見那, 補羅國之北, 有貝多罗樹木, 三十億里, 樹葉藏廣光人, 諸國書寫, 莫不採用。 其樹一道斷子不復活, 佛祭士人, 勇允善根, 無負正知正見, 沉淪山途, 苦海, 眾有長知, 閒之摩業, 不成真三昧。